印尼亚迪制造公司近日在西兆瓦省的卡拉旺举行的亚迪集团第八家电动摩托车工厂的奠机仪式 目前印尼电动摩托车的销售趋势持续的快速增长 这是基于多方面的原因 如发动机的声音相对平稳 效率较高 自发加速 维护方便 廉价 环保以及政府的补贴等 看到这个机会 中国知名的电动摩托车制造商亚迪 决定在西兆瓦省的卡拉旺建设一家新的工厂 这将是他们在全球的第八个生产工厂 亚迪新工厂占地27万平方米 预计年产300万辆 预计在2024年至2028年期间 投资额将会达到1亿5000万美元 工厂计划于2026年开始运营 目标是到2027年实现90%以上的国产零部件的水平 那么亚迪的新工厂采用最新的生产技术 拥有自动装配线和机器人焊接系统 保证制造快速高效的进行 可在约35秒之内制造一台电动摩托车 这个卡拉旺旁边是印度最大的本土的大亚特拉里区的本土最多的地区 而且整个卡拉旺旁边是工艺之处最重要的 那我们特别是卡拉旺旁边过的航空领域的财路最全的 就是说我们写的 因为我们也是做交通工具的 而且卡拉旺的政策 整个印度对新的民的政策是非常好的 它们的规划的产权是年产300万产权 我们整个的供应链和产业应该会超过3000个最大公司的家 我们的叶子和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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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